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毛球跟人类的身体结构不太一样 我们的耳朵很小很小 不容易被发现 但是我们的耳朵非常的灵敏 教师姐姐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耳朵 地球上有很多可爱的动物朋友们 他们有的个头大 有的体型小 有的看上去有点凶猛 有的看上去有点呆猛 有的善于奔跑 有的动作比较迟缓 有的爱吃草 有的爱吃肉 除了这些细心的小朋友们 有没有观察过 他们的耳朵也各有各样 有的长在头顶 有的长在两侧 有的耳朵大 有的耳朵小 有的耳朵会动 有的耳朵不会动 今天就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认识一下不一样的耳朵 小石姐姐教给我一个任务 找到丑丑并观察一下她的耳朵 我在这里看了半天了 丑丑的耳朵长在脑袋的两侧 不信 你们看 丑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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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丑丑给吓的 我还是赶快出现吧 丑丑 我是犀利 我在做一个实验 你别生气 我发现你耳朵听到我叫你后 是通过回头的方式寻找声音来源的 丑丑的耳朵在脑袋的两侧 不会动 要找到声音来源得回头才行 难道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接下来 嘻里哗啦 任务重大 肯定完成任务 哗啦 你去寻找耳朵像丑丑一样不会动的动物朋友们 好 嘻里 你的任务就去寻找耳朵会动的动物朋友们 明白了吗 放心吧 好嘻嘻感觉 我们去去就回 嘻里哗啦 屁里啪啦 滴里哒啦 闪 像丑丑一样 耳朵不会动的 动物朋友们有谁呢 人类属于灵长类动物 对 所以我去找找其他鳞长类动物 环卫狐猴 你好 我是花啦 嘻里哗啦的花啦 我爱吃肉包子 认识你们真高兴 我今天是来观察一下你们的耳朵的 小小的耳朵 好可爱 后边有动静 看环卫狐猴回头了 她和丑丑一样 轻渐动静 会通过转头的方式寻找生源 谢谢你环卫狐猴 我花啦的任务完成了 什么 你要找我们这样的耳朵 那有很多 小猕猴和小飞飞也是的 是吗 是吗 谢谢环卫狐猴 我去观察一下 猕猴 沸沸 耳朵长在脑袋两侧 是的 怎么寻找声音 怎么寻找声音呢 你好 小飞飞 看 的确是动过回头的方式 再来试试 你好 小猕猴 同样也是转动脖子 哗啦 这边进展的不错 西里那边怎么样 究竟有哪些动物的耳朵会动 别着急 我们跟着西里慢慢着 我西里印象中 很多草食性动物的耳朵就会动 长颈鹿的老家在遥远的非洲 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 长颈鹿有长长的腿 长颈鹿 长长的脖子 脖子上面是小小的脑袋 看看长颈鹿的舌头 简直太长了 长颈鹿还有一双爱意满满的眼睛 终于要进入正题了 耳朵 长颈鹿的耳朵是立着长在头顶上的 长颈鹿 跟脑袋比起来 不算小 跟身子比起来 就太小了 长颈鹿很喜欢丑丑给它带的树叶 很快就跟丑丑成了好朋友 看 听到周围有声音 长颈鹿的耳朵一直在左右转动 小耳朵寻找着声音的方向 还有一种耳朵会动的动物 就是同样来自非洲的斑马 斑马也是草食性动物 嘿嘿 它们开饭了 草食性动物一般比较机警 它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也不会放松警惕 看它们的小耳朵一直在转动 耳朵会动的动物简直太多了 除了长颈鹿 斑马 我发现还有羊驼 袋鼠等等等等 对了 不只有草食性动物 老虎的耳朵也是会动的 看 这是东北虎 威风吧 看它的耳朵 小小的 长在头顶上 老虎好像听到了我的声音 动了动耳朵 寻找着声音的方向 我还是不打扰它了 好棒 你们两个小家伙完成任务的都很棒 动物朋友们 我洗礼都熟得很 自然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我也熟 既然你们都这么厉害 我就要考考你们了 你们发现什么规律了吗 什么样的动物的耳朵是会动的 什么样的动物的耳朵是不会动的 规律 规律 这个 这个 心里它肯定不知道 那花拉你知道吗 我 除了跟豆腐朋友们熟 我跟林伯伯也熟 林伯伯一定知道 我们发现耳朵有两种 一种耳朵会动的 一种耳朵不会动的 当耳朵会动的话 它的头就不是很灵活 当它头非常灵活 它耳朵就不会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它的这个头动的不灵活 那么声音来自各个方向 耳朵要寻找声音的时候 就靠耳朵转动去寻找声音 当我们这个什么呢 这个头非常灵活的时候 耳朵就不会动 那要靠头的摆动来寻找这个声音 除了这个 还有耳朵很有特点 比如说 我们大家去寻找寻找耳朵 比如耳朵 就有大有小 它们都是什么作用呢 好 稀里哗啦 你们听到了吗 林伯伯给你们留了新的任务 大耳朵的动物我知道啊 我也知道啊 小朋友们 一定会想到它 黑大象 它有粗壮的四肢 庞大的身躯 长长的鼻子 像山子一样的大耳朵 这些几乎成了大象的标枪 这些几乎成了 哗啦 速度真快 不过也难不倒我 我还知道一种有大耳朵的动物 它的名字里就有耳朵这两个字 就是它们 耳朵胡 它们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小的犬科动物 好可爱 它们的耳朵长度大概有15厘米左右 相当于爸爸妈妈手掌的长度 相比它们小小的身体 耳朵绝对算是特别大了 相比大象和耳朵胡 刚才我们说到的灵长类的耳朵 还有长颈鹿就小了很多 对不对 没错 大耳朵的大耳朵的小耳朵的都找到了 熙烈 小石姐姐 我哗啦刚才看到了一些动物朋友好像没有耳朵 我不知道它们是像我哗啦一样 耳朵非常非常小 还是它们根本就听不到声音 它们好可怜 好别急 你给我讲讲你刚才看到了哪些没有耳朵的动物朋友 看 这是儿苗 大大的个子 长长的脖子 小小的脑袋 但是没有发现耳朵 头顶上没有 脑袋两侧也没有 这是非洲管鹤 它的耳朵又在哪里呢 没有没有 确实没有 还有它 还有它 孔雀 丑丑 正好你也在 你帮我也找找 孔雀们到底有没有耳朵呀 丑丑左找找 又找找 也没有找到 对不对 看来孔雀可能也没有耳朵 热心的丑丑又去了梭雨鹤还有蹄湖的家 不过也都没有找到他们的耳朵 看来 看来连丑丑也认为这些鸟类可能没有耳朵 听不到声音了 坏了坏了 我发现 我发现呀 不仅鸟类没有耳朵 爬行类动物也没有耳朵 比如 鳄鱼 它的耳朵在哪里呀 我上看下看 左看 右看 鳄鱼的耳朵 没看到 还有它 蜥蜴 蜥蜴 这只绿色的小家伙 名字叫绿烈蜥 还有这只爬行着的橙红棕蜥蜥蜥 我都没有看到他们的耳朵 他们到底能不能听见声音呢 诶 对了 我想这个问题呀 只有林伯伯可以回答我了 大象的耳朵非常大 耳朵非常大 那么这个大耳壶的耳朵也非常大 为什么他们耳朵长得这么大呢 除了为了听声音之外 就是它为了散热 你比如说 大象的耳朵 它一个是这个布满了很多很多血管 它呢 能把集体很多的热散发出去 当我们说这耳朵很小的时候 有的甚至没有耳朵 就只有个耳孔 比如鸟类呀 或者是蜥类 或蛇类呢 它们这个主要是靠 镊窝 靠蛇 靠气味 跟这个红外来判断这个动物 所以耳朵呢 就变得非常非常小 甚至你是看不到的 它耳朵作用就小一些了 因此呢 耳朵的大小跟对声音的判断有关系 同时呢 需要其他功能 比如散热功能呢 耳朵也会大一些 当这个 它以视力跟嗅觉为主来判断 敌害或者寻找食物的时候呢 耳朵就会小一些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鸟类呀 爬行类呀 它们的耳库虽然看不到 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是有耳孔的 比如这是非洲灌鹤的耳孔 这是孔雀的耳孔 这是孔雀的耳孔 这是儿苗的耳孔 这是蜥蜴的耳孔 小朋友们 知道了吧 听了林伯伯的解释 这下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了 接下来是不是又到了绿野卫视的时间了 是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绿野卫视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男的们 女的们 毛球稀里 毛球哗啦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这是要干什么 嘿嘿 看好了 然后呢 小明们 小明们 你太厉害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探出来了 怎么回事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这是因为可乐里有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 而刚刚那颗薄荷糖的表面又比较粗糙 融解的二氧化碳在粗糙的薄荷糖表面迅速的聚集 并且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 就从盆口迅速喷出 形成了刚刚的可乐喷泉 虽然我花啦听不太明白 但是我知道一点 那就是小明们你好厉害 什么都懂 所以啊 花啦 我们都得像小明们一样 多看书 多学习才行 你都是我的偶像了 你们叫什么 叽叽喳喳的 弄到我都没法锻炼身体了 这是怎么弄的 乱七八糟的 小明们给我们做了个实验 小明们让可乐变成了本犬 小明们太牛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把这弄得这么乱 一会小美丽回来了 该说你们了 喜欢了 我们把这桌子收拾一下 我还有作业没写 我也得向小明们学习 好好写作业 我先走了 再见 我早上吃这种猫子没吃完 我先吃这种猫子起来 我闪了 好吧 那我自己收拾吧 这怎么打扫呢 这明白 这怎么啦 对不起啊 小美丽 我刚刚给西西华拉做实验 把家弄这么乱 我马上拿走 马上拿走 这我来 这我在行 你忙你的吧 真的 你这么好 你去吧 那我去看书了 去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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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吧 来吧 开饭了 看着不错 我先来尝一口 来 小明妹你也是 来 看着吧 吃起来更棒 小美丽 你这手艺越来越好了 可不是 不仅菜做得好 你看这屋子打扫的干干净净 简直就是勤劳能干 善良勇敢 你说这人跟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 飘飘女王和小美丽都是女生 这小美丽可比飘飘女王强太多了 你看 小美丽又聪明又勇敢又善良又勤劳又贤惠又能干 这人长也比飘飘女王漂亮多了 我都不好意思了 好 来 你们爱吃 就多吃点 多吃点 来 小哥 吃点苦瓜 小明妹最辛苦 吃个鸡蛋补一补 哎呀 嗯 还给我一挂 什么勤劳能干 什么善良可爱 什么比我漂亮 比我强 跟我比 看我怎么治你们 哼 药水做好了 我得找个人试一试 倒霉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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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王鼻翔 我来了 干什么你 女王鼻翔 我一直在等待你的召唤 走了 别说那些没用的 来 来 把这个喝了 拿什么 过来 过来 这个 别摸摸蹭蹭的 快点 张嘴 好了 别摸 别摸了 没有什么变化 现在你可以吃鸡腿了 女王鼻翔 我不吃鸡腿 得了 少跟我这儿演戏 现在让你吃 你赶紧给我吃 甜的 你再咬一口 还是甜的 药水成功了 你知道吗 喝了这种药水 你吃什么东西都会是甜的 接下来就是你完成任务的时候了 接下来你要把这些药水当成果汁 送给爱心小屋的那些绿野卫士们 遵命 女王陛下 可是他们都认识我 没关系 我来让你变一变 我怎么变 好了 现在他们应该认不出来你了吧 可以去了 倒霉翔 可是女王陛下 是有点害怕 注意声音 可是女王陛下 我还是有点害怕 怕什么 现在你这个样子 我都认不出来你 何况他们 保证完成任务 快去吧 好戏就要开始了 要不要带一把小姑娘 我带你来 好和你都认识 太咱俩都认识我 怎么办 吗 谢谢你想起来了 你真是个热心的好女孩 不客气 我这里正好有几瓶果汁 你拿去尝一尝 不 老老奶奶 您太客气了 这我不能要 这可是我亲手做的 你拿几瓶尝尝 谢谢您 老奶奶 您要不进来坐坐 您坐来吃点水果 水果 我们这个皮肤可好吃了 你看 糖尝特别新鲜 谢谢您 快吃吧 休息 奶奶 这刚打扫的为什么 奶奶 慢点 您这胃口也太好了 好吃 太好吃了 奶奶 您这也太 小姑娘 奶奶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奶奶奶 别忘了 这果汁 已经这么点了 我送您吧 奶奶 不用了 我送您 又到吃饭时间了 你好 心里哗拉呢 林伯伯派他们去学习了 那太可惜了 这么丰盛的菜 还有果汁呢 来吧 干杯 小美丽不仅菜做得好 果汁还弄这么好喝 这个果汁不是我做的 这鱼怎么来的 待会再告诉我们 我还有一个汤 你们先吃点 好 我先吃了 怎么甜 我再尝尝别的 这怎么那么甜 也是甜的 这怎么吃 估计是这几天小美丽的事太多了 把糖当做了盐 不过甜咱也得吃 不然太难过了 快吃 汤来了 好不好吃 看看我做的汤更好喝 快来点 快喝点 慢点吃 怎么那么甜 怎么怪怪也是甜的 我是不是放做调料 对不起 肯定是我把糖当成盐了 没关系 甜的也可以吃 对吧 小哥 对对能吃 对不起 对不起 怎么满嘴都是甜味 腻死我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醋 要不小哥你吃一个橘子吧 好 吃个橘子酸的解解腻嘛 一会儿 一会儿 怎么了 好甜 更甜了 甜 还是甜 再吃点别的 我吃个橘子 好甜 不行 这怎么回事 我也弄得清楚 要不我们问问林伯伯 问问林伯伯 问问林伯伯 呼叫林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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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什么事 林伯伯 不知道怎么了 大家吃什么都是甜的 我做的饭 包括他们吃水果都是甜的 而且不是平时水果的味道 而是一种蜜蜜的甜 对 水果那种甜还是蜜蜜的甜 特别甜 还有这事 吃什么东西都是甜的 有的时候你吃甜的东西过多了 然后其他东西不甜 你吃起来也是甜 因为什么 你这甜味次序在味蕾上的刺激 蜜蜜还没恢复过来 所以说其他东西进入的时候 就会感觉有了甜味 第二种就是食物中含有一种蜜 那么这种蜜可以改变你这个味道 当含有这种蜜的东西如果是甜的 你吃完了之后 吃到其他的食物进来的时候 也感觉是甜的 另外就是食物在口腔里边 因为我们说酸溅度的变化 也会产生一种味道的综合 有时候你吃到酸的东西 感觉它又变成了甜的 现实生活中就用一些办法 把我们的味道给欺骗了 比如说以前用的很多的甜味鸡 像糖精什么的 就本来这些东西吃多了会苦的 但是少量给你又变成了甜的 谢谢林伯伯 这些东西吃多了 那 我也没吃什么特殊的东西 对 你看 饭菜 水果 果汁 还有 等等 果汁 小美丽 你那个果汁是用什么果子做的 我哪知道是用什么果子做的 就是一个老奶奶给我的 老奶奶 那个老奶奶高高的个子 花白的头发 她要去爱心小镇 她迷路了 我告诉她怎么走 她就给了我两身果汁 那个老奶奶还有别的什么特点吗 你刚说她高高的个子 有 她特别爱吃橘子 狼吞虎咽的 她的样子可吓人了 奶奶 慢点 您这胃口也太好了 好吃 倒霉祥 倒霉祥 原来是飘飘 女王倒的鬼 不行 这回我们也得想个办法制止她 她不是把所有东西都变成甜的了吗 我也来给她一个变变变 来 我们首先把它变成这个 笑明白可真厉害 做的这个美白粉真好使 抹在脸上皮肤白白嫩嫩的 好 这么好的东西 我得给她藏好了 她们都去巡逻了 我也该去买菜了 我看什么 爱去吧 还什么 美白粉 想我漂泄女王这么天生利志 就不用什么美白 那是肯定的 我尊敬的女王陛下 你 去把那美白粉给我偷回来 女王陛下 您不是不用美白了吗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哪那么多废话 快去 是 美白 没人 什么东西 爱心小屋 什么东西 原来就是这个盒子 美白粉就在里面 就是他 还有水果 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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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白粉 我的皮肤就会变得更白更嫩了 女王陛下 我把美白粉给你拿回来了 不错 拿过来 我要试一下 美白粉 怎么样 是不是白了很多 女王 你的脸 我的脸 哎呦 不是白的你都不适应了 哎呦 倒霉翔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从绿叶卫生那里拿过来的美白粉 男女王陛下 一定是绿叶为什么搞的鬼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小朋友们